Hey! 大家好 我是Peter Chan 今天就要到Downtown Toronto辦一些事情 很近唐人街到時候呢 到時候呢 到時候呢 去途街看看 有些什麼食物 拍些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到時候見 嘩 今天天氣又是正到飛起 你看 藍天白雲 現在是深冬 不是夏天春天 不過呢 今天有風 有風就比較冷 但是呢 就不是很大 但是有春風就是冷的了 不過呢 始終是加拿大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說 Peter說呢 加拿大冬天呢 整天都好像這麼漂亮的 不是現在 有時候都會灰天暗地 還有呢 落大雪的 不過呢 我住的城市 米蘇沙格和多倫多呢 就比較好一點 不是說 由十一月份開始 有天下雪落到三月尾的 那麼它很多時間都是沒有雪的 就好像今天這樣的情形 但是呢 大家小心點喔 我正在說的是 多倫多和米蘇沙格 但是在安大樂省 很多其他的城市呢 一到冬天 十一月到三月尾都是落大雪 有落雪的 好像我以前讀家大學 London 那個Western Ontario 以前叫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 哇 十一月 冬天就落大雪 落到差不多三月尾 每天都是雪來的 所以那裡叫做Slowbell 好咯 我現在來了 Bislington 這個 Subway Station 我經常來開買東西的那間 原來的Bakery Shop 還有買杯咖啡飲 想要出去噴市場 每次見到他這些三文字 都很想吃 他現在有Coco Lut Pan 和BBQ Pot 昆天是擦燒包 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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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減肥 吃了之後我變成一隻包 整個粽子 哈 我現在已經來到Spadana Avenue 坐一兩個站 就可以去到唐人街 這裏就是Spadana Avenue 那個Subway Station 很老很老很老 但是很忙 我已經上來Spadana Avenue 這裏就是電動巴士 然後坐幾個站 就到唐人街 因為現在我比較不適合的時間 所以沒什麼人 順便拍一拍車給大家看 車廂裡面是自己買票 紅色的箱是買票的 沒有受票刑 因為你已經在Subway Station 那裏買定 因為你就好像用那個Pesto Card 對於我們香港的那些 產品發達通過的那些卡 這裏就是Spadana Avenue 你見不見到這間大廈? 666號 聽說好猛鬼的 黑白街 那這裏附近很多小餐廳 有Pizza 啊 啊 Babke 炸雞點 因為這裏呢 以前在多倫多讨过书的观众或者朋友 还记不记得这里的建筑 这些建筑起码百多年了 这里有一个圣堡 旧的圣堡很漂亮 这些屋起码百多年历史 很简单 你问我怎么知道 因为我十四岁几儿来的时候 来到多倫多 我刚来的时候 朋友就帮我建筑了 这里有一间房 住了一两个礼拜 但是我还没有回到寄宿学校 所以我就知道了 我不记得哪一间 好像是这里其中一间 不过你小心点 我有人偷东西 我那天回到寄宿学校 那天我回到寄宿流 哎呀 那个袋里的行包和信号 不见了 哎呀死了 不过我当时也很厉害 我看附近 应该是住在另一个桌子里的人 所以我立刻贴了一张纸 我说是香港来的 不見了袋子 如果你們找到的話 錢包給點錢你可以拿去 但我需要這個活動 不然我就回不了學 讀不到學 和回不了香港 接著我出去了 回來了 我門口真的有一個袋子 拿了護照 不過錢就沒有了 不要緊了 破財黨災 所以大家要小心點 這裏開始就是唐人街 因為最近過去十幾年 在這裏建了很多華人的餐廳 你見到你現在來了一間 是不是有幾間 到了唐人街了 今天又沒有下雪 現在風停了很漂亮 很舒服很舒服 一點都不凍 看不見到CN Tau 前面 這裏就是Kent Center Market 很有名的地方 也是旅遊區 我進去看看 因為這裏有間麵包店 我以前經常來買 它那個盒桃麵包做得很漂亮 不知道現在還是不是到 我找到那間 不知道是不是這間 因為我經常都不記得名字 今天就休息 不知道是不是這間 我忘記了 唉 前面這間黃色的房子 很漂亮 買的東西 那現在呢 這裏呢 Kent Center Market 其中一小部分 有些像我們 怎麼說呢 一些夜市 有些攤位的地方 看吧 米里營 的 女人街設 不可以跟女人街 因為女人街擺放到滿了 那樣 很別致一下 這一段 比較靜一點 旁邊的環街 就很旺很旺很旺的 既然來到 上去看看有沒有我的糯米池 不過全部買完了 慘了慘了 那好吧 買兩下這個蛋糕仔吃吧 吃飽蛋糕 順便買個椰撻 我很喜歡吃椰撻的 吃咬一下都挺過癮的 一元一個 三元兩半 買一個 因為要減肥 不能吃這麼多甜品 這個新的 挺漂亮的 炒米 下次買來吃一下 挺有趣的 新的 沒見過 好好吃 健康很多 本來所去的越南餐廳 是今天關門的 那麼就來到這間 銀記 銀記有很多分店 這裡是唐人街的時候 這個就是它的菜牌 不是很多東西選 但是這裡挺方便 有時候太多東西 花多眼睛 都不知道選什麼好吃 看看有什麼好吃 就是這個 這裡呢 有很多間分店 伊士沙克 這個間不明伊士沙克 那間真的很差 我跟你說 我一次呢 疫情的時候呢 叫Delivery 叫了一個 我最喜歡吃那個 炸那個 就是牛角包 牛里蘇 一個我一個 給我兒子 哇 那兩個是隔夜的 眼骨骨骨 再翻天 真的很隔方 所以那間 我從來沒試過 今天來這間 因為在唐人街 或者人不多 會好些 會一間不一樣的 老闆 叫了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去個 碑西牛腩拌麵 試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 香港 Style的 腸粉 就是街頭的 豬腸粉 試一下 有一個很出名的 介紹的 順德涼拌爽魚皮 每天限量出售 正宗老港味道 14元 不過呢 我跟你說 我是不喜歡吃魚皮的 人 所以我不會挑 目標 但是他推薦 他這裏呢 有一個即叫的蛋白 杏仁糊 我也很想吃 但是呢 是甜品 現在要切糖 所以沒辦法 即叫即素 應該挺好的 那麼在這裏呢 遇到我師兄 Richard 唱歌 就是我師兄的學生 就是我師兄 那麼在這裏 跟朋友吃飯 這個呢 就是我叫的腸粉 就是香港Style 不過呢 首先呢 我嫌他給個芝麻太少了 你看看 因為我喜歡吃芝麻 這個呢 就是我自己 拌了那些醬 和那個芝麻 不過如果他給我多些芝麻 我更加好 因為我很喜歡吃芝麻 大家記得我旁邊 有幾個都沒有芝麻 對嗎 看樣子OK 這個就是我叫的 香港街邊的豬腸粉 麻煩你 我覺得 秘製拌麵來了 這個就是我叫的 銀記秘製拌麵 哇 拿出來很香 秘製牛腩拌麵 這個的湯 拌下去 OK 嗯 所以現在呢 感覺OK 不過要吃它才知道 剛剛試了這個街邊的腸粉 就是我們香港人叫的 豬腸粉 或者我很久沒吃過腸粉 所以呢 剛剛吃下去覺得 OK 但是呢 我鹽腸粉 那這個醬汁也沒有夠多 不夠 醬汁也沒有夠多 因為醬汁很重要的 這是唯一的缺陷 芝麻不夠多 而且呢 那個腸粉 OK啦 我嫌它不夠脂 不夠辣 還有蛋 怎麼說呢 哎呀 O哥 O哥 都不錯 6 2 那我指我今天 現在要來吃 遺準 因為有時候呢 今天來吃都OK 或者下次你來吃都順便 所以是今天我們吃的遺準 這個腸粉呢 比我想像中好 好像剛才說我不是很久沒吃過 但是OK 啊 挺嫩滑 好軟 也好 因為我所說的醬汁不夠之外 而且呢 差點點彈性 不過OK OK 都可以OK 那就好 那兩分 如果下次來吃呢 我都會記起來 這個 剛剛吃了它的鼻脂 我看得到 很嫩和滑 很軟 一咬下去就淋了 很不錯 沒錯 剛才試了這個牛腩拌麵 那些牛腩很嫩 很軟 這樣就OK了 因為牛腩覺得不軟就不好 它的味道都全部進去 我想每一間是不同的老闆 或者是因為常常去買了Franchise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是集團式的一個老闆 但這間肯定比我Mrs. Saga那間 就是這個我叫做比赤牛腩拌麵 它的牛腩很軟 很難得 不錯 給我想像好 如果早來經過大家吃牛腩 我都不會再來這裡吃 但記住每一間銀器不一樣 所以你要試哪一間 我隨時做得OK 材料新鮮 服務好味才去那間 吃了它的牛腩拌麵 拌麵挺好吃的 不過因為我是一個比較重口味的人 我就嫌他們用不夠肉 現在再厚一點 就好了 但對你們來說 這個應該非常之好 因為我吃東西很快 我很喜歡重口味 今天這餐呢 全部都很不錯 我拿來不吃 或者是不要問 大的蜜蜜 或者是燒烤 XY20 真奇怪 為什麼突然間好像 吃不下東西 是不是因為那些腸粉太多呢 剛才我應該先吃了點面 不過不要緊 慢慢吃 它的東西是OK的 今天在這裡就不是那麼滿座 因為說不定是過多繁忙時間 但是有很多送貨 很多送貨 很多送貨 加拿大是一個很喜歡叫外賣 送貨的地方 我小時候就叫Pizza 和Canadian Chinese Food 但是現在就在大城市住 所以什麼都可以叫 什麼都可以吃 不是直接叫Pizza 或者Canadian Chinese Food 慢慢慢慢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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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良心說 這裡的份量 你不要看很小 其實很大很大的 吃了這麼久 就這麼多剩 或者不會吃 我的腸粉 雖然OK 但因為很肥 我怕到時候 我會減不到肥 白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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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OK啦 60多分 給我想像中好 希望你們來到今天這個視頻 給個Like 留言 還有Share給你朋友看 不要緊 訂閱我 訂閱是不用錢的 那下次見 趕快點 忘記說了 這一餐 加上稅 就十六個半 你計小費 他問我是給現場的 給卡 我說是給現場的 就因為有Discount 謝謝 謝謝 就是這樣啦 就是這一間 銀記腸粉 就是這裏 唐人街的 有很多間分店 所以這間是唐人街 Spedina那間 那我去吃了 OK啦 60多分 那個牛腩 杯子牛腩 撈麵挺好的 挺軟的 牛腩 街邊腸粉 只是我們的脂腸粉 都OK 但鹽它的醬汁不夠 還有那個芝麻不夠 我剛剛才發覺 年來我很少拍 唐人街的夜景 在這裏拍些給大家看一下 不過呢 可惜我的相機呢 是鬥雷一點的 一動就會震的 所以就不太好效果 那我都幫我自己 和唐人街的夜景拍照 你看看 這裏是唐人街的夜景 這裏就是唐人街的夜景 看不見CN Tower 那我要很慢的很慢的 因為呢 我的手機呢 好鬥雷 動一動就會沒有 our focus 是唐人街的 真是好少拍到唐人街的夜景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這麼慢 那才會清楚 你看到它就算這麼慢 它都會動 因為它自動在找到對焦 都別有一番感覺的 夜晚黑的唐人街 你們很多年沒有回來 加拿大的 觀眾朋友 壞不壞臉啊 或者勾起你一些回憶 少年青春時候的回憶 既然來到了 請多些唐人街的夜景 拜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很過癮啊 前面呢 那一棟就是龍城商場 這個就是Corn of Spadina and Dunda Street West 嗯 唐人街最旺的這裡 我現在呢 就上了那個 多倫多那個 店門的巴士街 那裡 就去Spadina 然後呢 就慢慢去我的 Corn of Spadina 再去我家 那呢 現在就坐在車上 對 那是